历史今天,每天为您精选一则重要的慈祭祖籍 今天要带您看到的是香港环保便利店 顾名思义就是便利商店的概念 2020年香港慈祭职工与政府合作 推出了24小时的窗口 民众随时可以将回收物投递进来 增加了临近性,也提高了资源分类的意愿 在夜生活多彩多姿的香港 这不失为一个方便法 香港跟台湾一样,早年为了追求经济发展 对环境污染视而不见,或者无暇顾及 但是当人口增加,经济业发展起来之后 环境保育才成为人们不可回避的议题 它也跟台湾非常类似 近20年才开始推动,少用一次性的塑胶餐具 商店不提供塑胶袋 并且呼吁全民在饮食上要减少浪费,减少厨余 香港跟台湾的环保脚步几乎是同时迈进的 如果提起香港,你一定会用这八个字来形容它 地下人愁,寸土寸金 全香港只有三座垃圾也买厂还在运作 而且全港没有混混化炉 垃圾处理可以说是非常的困难 所以资源回收对港人来说是拯救环境的唯一选择 而最新的统计显示香港的资源回收率是31% 台湾则是达到了55% 推动环保除了政策鼓励 其实更需要民众的共识和热情 而环保便利商店是鼓励民众的第一步 接下来一起来回顾这一段历史 2020年12月22号 此季香港分会与政府合作 推动社区回收中心计划 首届环保回收便利点 绿在泽宇永在东汇方成立 本日正式开幕 就是因为我们这十年 此季在香港推动环保 非常的受到市民跟政府的肯定 内部规划资源分类区 环保宣导空间 及24小时自助回收等设施 在香港慈祭第一个固定的环保站 是设在大维联络处 2009年开始 每一个星期 两次会带动居民资源回收 也把宝特瓶能做成毛毯的 循环经济理念来告诉更多的人 2011年香港分会透过公开投标 获得了九龙关回收物料转运中心的经营权 而这是此季与香港政府合作的第一领路 代表的是此季的环保行动获得了肯定 然而这一切并不容易 香港此季志工几乎可以说是苦口婆心地站在街头上 向行色匆匆的香港人来宣导回收 这值得鼓起很大的勇气 我觉得一开始的话就蛮难的 跟人家讲的话一讲人家就摇手啊 往往就尝试了两三个之后 慢慢慢慢的呢他就接受了 有几个就接受了以后就可以派出去 那个我们的那个环保单张了 直到现在呢香港此季志工退动环保多年 已经发展出了许多像这样的街头定点环保站 它是临时的必须要在大家上班之前 做好分类快速再走 而且不阻碍行人的交通 于是呢环保车一大早就会出发 巡回各地来载运着资源 在上人眼中看来香港做环保有迫切的需要 香港土地不大 而且呢人口也密切啦 所以大家的生活呢 总是要争取快 方便要快又要方便啦 生活水准又要高 所以呢香港啊 在国际间呢 他的消费啦还有制造垃圾的 都是比其他的来得快啊 想一想这都是呢 都是要大地付出很大的代价 环保就是呵护大地哦 而且呢也净化自己的身与心 不只是为大地环保 最重要的是为自身心而环保啊 要洗腹啦 在香港也看到啦 菩萨做环保喔 从大尾啊 一直一直开始起点 从白天做的一直到夜晚的 现在香港政府呢 也提供了一个很大的地方喔 给于持续呢 做一个环保总占啦 那还有小小点喔 也分布在各个地方 香港沙田区的马鞍山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光景点 许多民众呢 会来到这里吹着海风吃着烧烤 但是每到假日便会留下许多的垃圾 而慈济志工呢 则是利用自己的休假日 来到这里做资源分类 在香港这个节奏飞快的城市 总是有这样的一群人 他们几乎是用着 愚公以善的精神 一寸一寸的要还给大地 一个清净的面貌 总是盼望着 香港永远是美丽的东方之珠 以上就是为您精选的 香港环保便利店的历史足迹 马鞋 好